笑作为百善之先的人 他自然干什么都是会笑的 如果天生不笑的人呢 你让他干什么都只是表面上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宋阳 你们魔戒中人 这样 全都那么帅呀 西风 百年功绩 一念成魔 魔战神龙的使者 冷酷英俊的外表家 藏着不为人知的情上 我 甄志炳 如果 我本该成一代宗师 那这块卷经的主人 就是我的公二 我不在福州长大的嘛 然后初中毕业以后 我是先去北京 先学了声乐 其实那个时候 学声乐的时候 反而是一半一半 就是我父亲 我奶奶他们家 这一边是不支持的 梦想是做流行歌手 而那个时候 对于他们的老传统 他们会看到 那个年代的造型 是那样的嘛 然后就 他会觉得 好像就是 有点叛逆啊什么的 但是后来 转道的演员 这一块反而是 全家举手同意的 因为他们第一很喜欢 陈当明老师 然后他们会觉得 中国的演员 尤其是年纪越大 就越需要有相当的文化储备 要有知识底蕴 才可以做一个好演员 所以这个反而是非常同顺的 有好多好多早餐 在这里 在我们最熟悉 厨房里 不管你睡得多晚 起得多晚 我们的早餐 在这里 欢迎光临 叛逆期就是在 异校的时候 就学生乐的那一段时间 因为在上学的 这几个月里头 他看不到你嘛 你也可以谎报军情嘛 但是你一回去之后 他会发现 哇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比如说染头发 比如发型啊 那个时候我头发没有黑过 也没有 也很少见到全耳朵 那就会产生那种对抗 你看我是没有打耳钉的 这就说明我的叛逆并不成功 父亲是从小就 就军校的那种管理方式 对 包括是米掉到桌上 都要拿下来 都必须要捡捡来吃 碗里是不能剩饭的 食不言情不语的 我父亲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导致你现在 做事都非常严谨 没有 我觉得有 就是我不一定严谨 但是我 我很守规则 那你父母会看你的作品 有的是 看 看 都看 看 必看 然后各种群里面发 打我上艺校开始 他就开始乱夸了 因为很特殊嘛 你就学了艺术了嘛 父亲倒是那一种 大了之后 我大了之后 拍戏啊工作啊各个方面成绩越来越好之后 他是有跟我直接说过的 就是说你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啊 普遍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之间他确实是有那种隔阂 然后这个隔阂是不好跨的 然后这个隔阂是不好跨越的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 90后他会跟爸妈就说我爱你 我会觉得你好强大 你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你逼死我我也说不出这些话来 我要说一个妈 你辛苦了 我都会觉得 人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一点 就再说吧 就是这三个字 你可能等着等着 这都已经二三三四十年都过去了 但是你总觉得还有时间吗 还有时间吗 就这样你逃避了你现在面 目前面前的那些宋丹丹老师什么的说 说母亲不在了 他说这是你们一定要张嘴第一次 你们只要把我爱你说出来 就你会发现你以后永远能说 但我到今天好我没有说过 很难 我心里可以说一万遍 嘴张不开 当然我知道尝试完以后 他们一定第一时间也会下的 但是以后他们会很欣慰 但目前我觉得我很难 就是我愿意做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说不出来 就比如说最近买什么东西了 然后就给他们买一份什么的 认为好的东西就多给他们储备 多给他们买 你看就一切都是天注定 今天来这儿 接受了这样的采访 这是老天要让我去 去好好思考一下 要不要拼一下是不是 回去看看哪天喝大一下 拼一下试试 笑作为百山之仙的人 他自然干什么都是会笑的 如果听声不笑的人呢 你让他干什么都只是表面上的 我觉得笑顺这两个字 我觉得笑是大方向 然后顺是行为方式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顺吧 但其实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你的陪伴 那如果这个时候说陪伴其实不现实 因为确实很忙 那就只能做到就是你们每次跟我的沟通 我都是顺着你们的 基本上就是你说什么就好 我反驳就对了 就反驳也得是顺着反的 行行行你放心 这个东西跑不了 但是最近我真的很忙 你就放心吧 就这么聊 千万不能就是 哎能不能不要老崔 你会让老人认为你们是不是嫌我老了 他们那个时代长大 他们也不少吃苦 就他们其实什么也不缺 他们什么也不怕 所以就让他们多顺心吧 第三届旺旺孝孝青奖已经要开始了 大家可以通过词曲创作 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参与 希望你们踊跃参加 加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